年庚瑶究竟做了什么 让雍正皇帝一再说他是朕的恩人 又是什么事件 为雍正和年庚瑶反目留下了祸端 进去关注雍正十三年上部 第十一集 年大将军 公元1722年的冬天 雍正在一片哗然声中登上了皇位 然而他接手的天下并不太平 外有边境叛乱 内有励志腐败 击毙重重 朝堂上的各派势力也在四肩而动 忽视眈眈 一时之间内忧外患丛生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他或明或暗地牵动着整个政局的发展 甚至影响到皇位的稳定 他就是显赫一时的大将军年庚瑶 年庚瑶做了什么 让雍正皇帝一再说他是朕的恩人 而且对天发誓永不负清 还要跟他做千古君臣的榜样子 中国政法大学林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雍正十三年上部第十一集 年大将军 康熙和雍正这个皇位交接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战场 足以吸引了大清朝的目光 这个隐秘的战场是什么呢 就是大西北 而一个人物一直在牵动着整个政局的发展 甚至影响到皇位的传承 这个人物是谁呢 就是年庚瑶 雍正继位之后 把他本人和年庚瑶的关系 拉到了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君臣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 到什么程度呢 那雍正皇帝讲 年庚瑶你是朕的恩人 还讲 朕如果父亲 父就是背叛了你啊 亲就是指证年庚瑶啊 那朕就是天地以来第一个父亲的人 有天地以来第一个父亲人的 甚至说 把对年庚瑶这个恩宠 看作对上天的一种发誓 我们说年庚瑶做了什么 能够让雍正足以保证这些东西啊 甚至拿老天来进行读咒啊 那我们说 年庚瑶主要为雍正做了三件大事 这三件大事 可以说 对雍正继位之初 稳定他的政局 还有能够坐稳这个金兰殿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 对允提的成功前置 第二件大事 对允堂的成功看守 第三件大事 对青海叛乱的平定 那我们看 他对允提的成功前置呢 至少有五大证据来进行支撑 那第一大证据来自于谁呢 年庚瑶 那我们看年庚瑶 给康熙皇帝的最后一奏 和给雍正继位之后的第一奏 都表明了年庚瑶 当时在哪里呢 他本人当时就在大西北 我们讲的最后一奏 给康熙皇帝的 这时候据康熙皇帝去世呢 只有不足几个月 他给康熙皇帝讲 臣到宿州 到宿州 那这就是说 康熙去世这段时间 他人在哪里呢 在大西北 不在西安 而是在甘州或者宿州 这是他明确跟康熙皇帝讲的 那他紧接着呢 跟雍正皇帝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看第二个证据 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雍正皇帝讲的 雍正怎么讲呢 那我们知道前面讲过了 康熙去世的第二天 雍正皇帝发布了一道语址 语址是什么呢 让允提回京 谁来接替大将军的职守呢 从京中派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个人叫宗石严信 给宗石严信的这个语址当中 实际上还有后面一句话 年大啊 说的是川山总督年庚瑶 或在宿州 或在甘州 由他来定 但是呢 他要接手 大将军 也就是说 由年庚瑶跟 严信两个人 共同执掌 大将军这个权力 接替允提 那我们讲第三个证据 年庚瑶对 康熙皇帝的病情 极为牵挂 这种牵挂呢 不单是臣子 对皇帝的牵挂 超出了这个牵挂 所以后来 康熙发觉不对头啊 他亲自找 年庚瑶的家人 给年庚瑶报信的这个人 跟他讲 总督在外面 不要乱传朕的话 朕没有什么病情 朕到海子 去打猎去了 只是腿 微微有些毛病 不要乱传谣言 那这就是说 年庚瑶过度的来 关注康熙皇帝的病情 引起了康熙皇帝的警觉 所以要通过年庚瑶 传信的人 他的家人 他的亲信 亲自要给总督 来讲这件事情 不要老传这个事情 那这是讲的第三个证据 那第四个证据 就是雍正跟年庚瑶 早已经联手 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 四川巡抚 叫蔡挺 蔡挺这个人呢 是个金氏出身 那我们知道 云贵总督 康熙时期 非常鼎鼎有名的 也做过将军 特别能打仗的 蔡玉荣 就是他的老父亲 所以此人呢 一般人没看在眼里 所以当时雍亲王 两次想要召见他 但是这个蔡挺都说 那封疆大力 不能跟亲王来联系 拒之门外 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他找了谁了 找了年庚瑶 年庚瑶给安排 在哪里呢 在热和 康熙皇帝在热和的时候 那雍亲王那时候 以王子的身份 随护在了热和 这时候 在年庚瑶的 亲自安排之下 当时的雍亲王 就是后来的雍正 召见了蔡挺 从此两个人联手了 那我们讲 第五个证据 是哪里来的呢 这是雍正 明明白白地讲的 雍正后来 在大义决迷路 甚至在其他的场合 专门讲过 这样的一句话 年庚瑶怎么能够 牵制允提 当时的允提 得到这个消息 黄阿玛去世了 谁接班了呢 不是他自己 他的哥哥 雍亲王 印珍 他做了皇帝 所以他不甘心 立刻嚎啕大哭 甚至说不愿意回京城 还说了很多的话 那当时 严信就说 其要反护 难道要反了吗 那我们看 这段时光 也就是允提 最纠结的时候 回到京城 那他对他的哥哥 太了解了 那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至少 已经进入到他哥哥 就是雍正皇帝 他所设定的天罗帝王 不回去又能怎么办呢 年庚瑶在旁边 年庚瑶统领很多的军队 就像雍正皇帝 后来所说的事 所以你允提想要反 推翻雍正 或者不承认雍正是个皇帝 你做不到 谁在你的旁边呢 年庚瑶 而且年庚瑶早就跟雍正联手 还跟四川的巡抚 还有巡抚的下属 不正实私 都是他们的这些人 那这就是我们讲 年庚瑶为雍正 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著名的青史专家 开山鼻祖 我们讲的非常有名的 孟森先生 他就讲过一句话 他怎么讲呢 他说 年庚瑶 平定青海之功小 对于雍正皇帝来说 牵制允提之功大 所以他认为 两个人的关系 提高到那么密切 抛弃了君臣之间 这种名分 像一个亲兄弟 亲哥们一样的 能够把心里的 所有话都讲一讲的 而且要对天发誓的 是什么原因呢 把允提彻底的压制住了 雍正的继位 就像一块石子 扔进了湖中 打破了大清朝堂的平静 他的继承资格 被众人议论纷纷 甚至还有传言说 他夺了亲弟弟 十四阿哥允提的皇位 如此一来 手握重兵 又威望颇高的 大将军王允提 就成为了雍正心里的一根刺 年庚瑶 妥贴地处理好了 允提这一大难题 让雍正龙眼大悦 同时也让两人的 军臣关系更为亲密 然而 年庚瑶对另一位阿哥的处置 却给他带来了 无法预料的后果 第二件事情 就是为雍正做的第二件大事 对允堂的成功看守 我们前面刚刚讲过 在雍正皇帝 极端防范的 这四个兄弟当中 谁的危险最大呢 雍正皇帝早有预料 允堂的危险最大 这个人容易停而走险 而且可以说 偌大的财富 是属于千万级 几百万银两的 这样的一个财富 所以当时 雍正觉得最难安排的是允堂 雍正刚刚一继位 允堂也最表现出了 强烈的不满 而且要抗衡 甚至当时留下了记载上 所谓对阵棋局 我们过去讲棋局是属于 把这个腿双胯 展示给皇帝的 这是最大不公的 就是要刺激你 希望你雍正这时候能发作 允堂还取一种更激烈的 所以雍正那时候 一定要忍 就是要忍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雍正跟 年根瑶怎么 年根瑶第一次给雍正的揍 并没有说我要进京 他没有讲 他只是一个例行性的 他跟谁来揍的呢 跟严信 揍的什么内容呢 就是我们到了大西北 来接替允提 把这个大将军 给你看护好 实际是这个内容 但是雍正提笔就第一句 雍正怎么讲呢 你要进京来 你不进京 原有些难处 难处是什么呢 他说了 军事有些事情安排 而且他说 舅舅龙科多说了 有些事情 一定你要进京来 商桌商桌 什么事情进京来 要商桌商桌 绝对不单是 对青海的用兵 这些事情 主要就是对 反对雍正的这几个兄弟 怎么来解决 这个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是雍正坐不稳江山的 最现实的威胁 那最后呢 年根瑶来了 到京城当中来了 到京城来当中 最核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清楚了 就是要把允堂 弄到大西北 所以年根瑶从京城 回到西安之前 雍正皇帝给他了一个 朱笔玉纸 就是亲自写的 用朱笔写的 红的玉纸 那这个档案当中 也有记载 包括好多的私家住宿 也有记载 他说上朱丕 安指贝子允堂玉纸 丰赴年根瑶回任 这个讲得特别清楚 上指着雍正皇帝 朱笔 朱笔什么内容呢 安置贝子允堂的预旨 丰富就是 别人不能看啊 交给了谁呢 交给了年根瑶回任 年根瑶回任 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就要把允堂解决掉 那这样的时候 年根瑶回到了西安之后 立刻给雍正皇帝说 我马上要给他安排 要造房子 造房子选在什么地方呢 选在西大通 最后选在了西大通 那这样的时候 年根瑶如果说 自己这种身份去 川山总督 说你到了西大通这个地方 容易会引起民变 当时特别是呢 因为允提一走 一从西北离开的时候 那当时的蒙古 我们知道最重要的 罗布藏丹军 他就蠢蠢欲动 他就立刻想要造反 想要叛乱 所以这时候 年根瑶采取了一个办法 悄无声息 先在西安 暂时呢 把这个允堂呢 安置下来 把它封闭好 看管 但是绝不会长久之际 那这样的时候 他以巡视的名义 到西大通怎么办呢 造房子 这个房子造了 大约呢 有几个月的时间 那他就跟雍正来讲 那雍正就特别有 多次的诸批指示他 此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素以为好 不能让允堂 在西安这个地方 待时间太长 容易出问题 因为他也是一拨人 一定要到一个偏僻地方 容易控制的地方 所以让他呢 抓紧来造房子 来盖房子 那这样的时候 年根瑶得到 雍正的预指之后呢 就在西大通这个地方 开始把城里头的居民 实际是一个铺了 我们讲的就是军事城堡 当时居住的人呢 应该不会很多 所以他把里面的人呢 都清空了 然后把他全部的封闭起来 就是军事化的管理 这样的时候 大约呢 到了七月份 房子造好了 造好了之后 那就把允堂 实际不是开压了 那就是把允堂 说请允堂 请贝子 把你带着你的人马 到西大通 给你盖好了贝子府啊 好的一个地方 你到这个地方来 那允堂呢 他自己清宠 他到西北来呢 没有好事情 他知道雍正呢 安了什么心 所以到这里立刻给雍正 就上折子 请求立刻回京啊 雍正也没批 也没批 只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没说还是行不行 但是他给年更瑶 说得很清楚 他说贝子允堂 给我上了一个奏请 希望回京 我就是只批了 知道了 如果跟你请 让回京 此事万万不可 一定就地 把他砍压住 不难他回京 那这是给谁呢 给年更瑶的一个秘址 那这样的时候 年更瑶把房子都造好了 两个人呢 在进入西大通之前 两个人见了面 这次见面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雍正想长期看牙 把允堂呢 不能再回京城去 长期看牙 他有一个条件呢 他的家人要随时都来 当时允堂来的时候呢 他家人所有的都没来 所以最重要的 按照雍正的秘址 严格尧 这次跟允堂的会面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看看试探他 对所有的家属都来 这种反应 背后的潜台词 是什么意思呢 让你长期在这个地方 安营扎寨了 不允许你再回到京城当中去了 把你跟八阿哥这些人 全部都给你分散出来 一个在张家口 一个在大西北 一个在京城当中做人质呢 你们搁几个连不齐来手 通信都很困难 你们想反什么呢 这是雍正的算盘 所以允堂呢 非常的小心 他见到这个年庚瑶了之后 开始就哭 很哭 也表示对年庚瑶很亲近 两个人就开始拉了家常 聊聊别的地方 聊了其他的事情 紧接着呢 年庚瑶就要讲正题了 回过来就讲 辈子一个人在西北 也不合适啊 有没有想把这个家眷也带过来啊 怎么一切都提到这个事情了 这样的时候 我允堂立刻警觉起来了 他说了第一句话说 这也是可以的吗 还是我要奏呢 还是请总督你来向皇帝来转奏呢 他刚刚说了这一句话 立刻发觉不对 这实际是个圈套 如果要把家人全部弄到大西北了 你再想回去都回不了了 所以他立刻说 此事呢 总督你先切慢 等一等稍微呢 我再跟你讲 这个事情还是不是 你来上座还是怎么样 紧接着允堂非常关注 京城里的事情啊 雍正皇帝这个江山 坐没坐稳呢 他就问年庚瑶 近来京城有什么消息吗 情况怎么样啊 那年庚瑶就说 有三件喜事啊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今年大丰收啊 少有的大丰收 我们知道那一年实际不是大丰收 年庚瑶是故意这么讲的 风调雨顺 那这是安定天下 在一个农业社会 非常重要 老天都捧场啊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喜事是什么呢 实际不是喜事 是丧事啊 但是丧事办好就是喜事啊 什么呢 皇考临寝大事 皇太后呢 临寝大事 都办得如理而行 做得很好 完美无缺 第三件大事 他说的特有意思 不知怎么着 当今的大臣和八旗 都跟主子一条心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让你死了心吧 现在都支持 当今的圣上 支持雍正皇帝 当皇帝 全部归顺了他 你不要再有什么 其他想法了 这个允堂听到这个 很不乐啊 他说真的吗 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吗 这是年格尧 给雍正皇帝上的折子 非常非常有意思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就没别的事情了吗 然后两个人行了一个礼 允堂 信心而去 离开了 那这样的时候 年格尧就开始进行 紧锣密鼓的 在西大通这个地方呢 进行了一个军事城堡的 一个布置 把它彻底的圈进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要什么呢 要等待他的家属 全部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时候 雍正皇帝想急于 把允堂的家属 就他的家人呢 都要弄到西大通 这个地方来 这好规矩啊 好整肃啊 但是年格尧不行 年格尧说得稍等一等 因为他现在呢 三面作战 什么叫三面作战呢 一 要勘压允堂 最重要的 旁边虎视眈眈的 那我们知道 在青海蒙古是谁呢 罗布藏丹军 现在越约欲试 几乎要叛乱 还有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 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严信 他现在代理 大将军的这个职务呢 所以他是三线作战 自己 这个忙不了啊 所以他是等一等 等把青海这个仗打完之后 再把这个家眷接过来 但是雍正觉得这不行啊 应该早一点 所以后来呢 就把允堂的家眷 还有包括 那我们知道允堂的岳父 允堂已经嫁出去的女儿 女婿 我们知道八旗人呢 旗人讲究大家族 全部呢 迁到了哪里呢 大溪北 西大层这个地方 然后呢 年格尧就开始重兵把守 有两百人进行看守这个地方 当然后来两个人呢 出了问题 就是年格尧呢 采纳了胡七恒 或者汪景齐的意见 他的幕僚啊 不能跟允堂作对啊 拿允堂来钳制雍正 这是两个人后来反目成仇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所以他对允堂的待遇呢 相对 好一点 我不给你弹劾你 不处分你 不把你的被子割掉 今天收拾你一下 明天收拾一下 允堂的日子过得挺好 在西北的时候 很洋洋得意 那这是两个人呢 后来反手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非等到雍正 肃清完朝廷内部的政敌 一个更大的危机降临了 公元1723年 青海爆发 罗布藏丹金叛乱 经过再三权衡 雍正皇帝 下了平叛的决心 但是按照清朝的惯例 非宗室亲王 不能统领清朝的核心武装 八起兵 那么雍正皇帝 究竟要怎样运作 才能让年庚瑶 拿到大将军的印信呢 那年庚瑶还给雍正呢 做了第三件大事 就对青海叛乱的平定 雍正刚刚继位的时候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插持 重大的战争 他不敢打 所以给年庚瑶当时的指示呢 不打 为什么呢 可以说搞人事这种布局 这种争夺皇位 这些东西他在行 但对西北的情况 他并不了解 他也不知道 年庚瑶有没有确切 十分的把握 所以另外呢 他派了一支和谈的部队 跟谁来谈呢 跟罗布藏丹军 我们何谈 不能打 但是年庚瑶跃跃欲试 反正他总是一个祸患 这场仗呢 是势在必打 但首先呢 我们知道 雍正他要得把大将军这个权力 移交给谁呢 给年庚瑶 但是这在清朝没有潜力 为什么呢 因为八旗兵在清朝呢 是核心的武装 其次才是绿营兵 八旗兵谁来带呢 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 应该由宗室亲王来带 所以前面我们就会看到 他为什么派了 严信这个宗室 来代理大将军的职务呢 就是他的 够身份 而且封了他做什么 做贝勒 那了不得 你一个年庚瑶 原来是你的一个奴才 是你的拥抵的一个旧人 你怎么要能把 全国的兵权 在西北的这么大 十几万人 二十几万人的兵权 交给年庚瑶啊 这在朝廷当中 会引起很大的波乱 大家会不同意 但是雍正皇帝找理由啊 说年庚瑶最近 已经到哪里去了呢 罗伯战断军在青海 现在立刻要发生叛乱 年庚瑶带兵 已经到了青海的附近 所以后来等于说呢 他就顺理成章 说是不得已而为 那既然这样 就把大将军的印信 由严信交给谁呢 交给了年庚瑶 这雍正放心了 那就可以打了 但是雍正心中没有底 所以给年庚瑶啊 这段时间两个人的这个书信呢 奏折或朱批的这种往来呢 就谈论这件事情 核心能不能打 那有一段话呢 他说的非常的清楚 正当危机之时 朕原存一念 即使事不能善解 朕不肯认此大过 何也当不起 原是圣族所夷之事 我们看这个是 雍正皇帝最真心 真实内心深处的一种表达 什么危机时期呢 这个危机时期就是打青海 到底能不能打下来这场仗 这场仗如果打输了 雍正皇帝的宝座 甚至说面临了极大的危机 为什么 允提在那里坐镇西北 就不会出乱子啊 西北的人很听从 允提这个大将军的 那现在你把他弄到京城里去了 结果 哦 青海这个地方出叛乱了 那出了叛乱你又平定不了 那出现这种结果的时候呢 雍正皇帝他担不了则 他跟年庚瑶内心肺腑的话 他说出来了 朕当不起 就这个责任他担不了 那只能是推托 那是圣祖皇帝 你没完成的事情啊 打青海是应该 皇妈应该你的事情啊 儿子替你完成 那没完成好 不怨我的 那应该怨谁呢 怨圣祖皇帝的 怨康熙的 我们说这个在清朝历史当中上 没有这样的皇帝 把过重大的过错 归咎给先皇的 真的还没有这样的 哎 后面说了 打了胜仗 那是我的 我把这个功劳我给接过来 打了败仗的时候 我不接 是先帝的事情 所以他跟年庚瑶两个人 推行支付 给年庚瑶这话都说出来了 所以年庚瑶我说 为什么很小看雍正 就是雍正他 好多事情他做的 确实不是一个皇帝 应该做的事情 凭青海之战 不论是对于皇帝英正 还是臣子年庚瑶来说 都是关键性的意义 如若成功 雍正则可稳坐江山 年庚瑶则可慰及人臣 但如若失败 朝堂之上 极有可能迎来一场风云突变 那么在天下重任 君臣荣辱面前 年庚瑶要如何做 才能不负雍正的众望 赢得战争的胜利呢 青海之战呢 实际最关键的呢 只打了15天 但是史书当中 确实留下了非常多 就是年庚瑶这个人 用兵真的如神 非常了不得 我们简单讲 这么一两件事情 说有一天出兵的时候 正在走到路上 年庚瑶就发令 明天呢 在出征的时候 每人要戴上呢 木板 还要戴上草 一束一束的 实际上就一捆一捆的草 这个士兵说是 打仗应该戴粮草 是戴粮食啊 怎么戴一些草做什么呢 还要戴一些木板 不解齐 到了情军当中 第几天的时候 突然发现 前面是一个呢 非常泥泞 一个沼泽地 那这时候 年庚瑶命令 所有都把木板铺上 上面呢 铺上草 大军 诶 迅即而过 一下子就到了呢 罗伯藏丹军的这个 巢穴当中 没有任何的阻拦 罗伯藏丹军 所以非常惊讶 这就是年庚瑶 用兵如神 还有一天呢 正在路上的时候 行军当中半夜了 所有的士兵都已经安息 等着明天 再接着启程 继续行军呢 天还没有放亮的时候 他就叫起来 所有的士兵 立刻起来集合 而且要到前面的 实力这个地方 等待敌军 哎呀 这个大将军 在做什么把戏呢 怎么半夜的时候 把我们这些 所有的主将 和士兵都给叫起来 而且要急行军 走实力的路呢 不了解 等着所有的士兵 都安营扎寨 在这个地方 驻扎下来的时候 看着这个青海蒙古兵 罗伯藏丹军 指挥了很大的 军队来偷袭了 因为他提前做了准备 所以一下子反败为胜 打得这个 罗伯藏丹军的军队 落荒而逃 这些将领就纷纷 就向年庚瑶祝贺 说大将军 真是用兵如神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 谁给你报信了 你怎么就知道敌军会偷袭我们呢 他说有人报信 他说没见到谁来到大将军这会儿 他说有 前面有大雁 那些大雁飞过来了 他说这个雁呢 一天能够飞多少里 那是有数的 他这个时间段呢 应该是雁归曹雪 他也应该安静下来了 但是刚刚在不久之前 很大的一群雁过去了 而且声音非常的惊慌的样子 那这个证明什么呢 肯定有敌军在附近来偷袭 后来一看这些 这群大雁落到什么地方呢 水草相近地方 他说 由此可以推断 敌军应该离水草这个地方不远 所以我们设在这个地方 安营扎寨 等于他偷袭不成 然后自投罗网 所以这个好多的将领 就说大将军用兵如神 所以在清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将领当中 确实年庚瑶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也征评当中编过很多 就是兵书编了很多 所以一直到年庚瑶后面 他死了之后 还是清朝的人 包括正史当中对他也是记得 这个人用兵是绝对的了不得 那清海这场仗呢 那我们简单的说 打胜了 那这一仗打赢了 也是成为年庚瑶事业的一个巅峰 那这个对于雍正巩固他的统治 坐稳皇帝的宝座 可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就看 他给雍正做的这开局 就是雍正刚坐皇帝宝座 这三件大事情 所以对稳定他的政局 稳定皇帝的宝座 起到了不可替代 关键性的作用 这样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 我们讲的就越来越亲密 所以赏赐 可以说天理迢迢 那是络绎不绝 在路上这边还没有到达的时候 那边又跟上来了 所以雍正说了很多 在当时来看 也许是雍正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们好多后来的史学家 讲的很肉麻 非常的肉麻的话 后面说 谁是郑的安人呢 你年更而熬才是郑的安人 帮郑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加官进爵 那这都小意思了 封公 封为一等公 你自己不但有爵位 还要给另外的爵位 这一个家族啊 包括他的老父亲啊 那已经退休多年的 我们知道年霞玲啊 还有他的哥哥 年西瑶啊 那还有他的妹妹 我们知道 雍正的这个妃子年妃啊 都宠庆得不得了 真是一荣俱荣啊 所以他还说 今后不但郑要对得住你 郑的子孙也要对得住你 如果郑要富了你 那郑就是 有天地以来第一复兴人啊 甚至这个话都 给年更要打保票啊 都对天发誓啊 特别他说 咱们两个人要做什么呢 做千古君臣的榜样人物 千古君臣榜样人物是什么 我们京城合作 合作得好啊 你是属于大功臣 我要做出色的皇帝 我如果不做出色的皇帝 我都对不住你年更要啊 你不做出色的大臣 你对不住我永正啊 他说这个好像是老天 给咱们两个安排到一起 君臣契合啊 自古没有啊 也一再跟他讲 朕都出于真诚啊 没有任何笼络你的意思啊 每天都是对天发誓 但是我们想 这种关系 年更要给雍正 继位之初做的三件大事 能不能够经得住考验啊 雍正皇帝所期许的 两个人做千古君臣榜样的人物 能不能够做得到啊 请看下集 这一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一集就到这里